对岸最近发动了网络攻击 我国部分的网站被骇客入侵 都可以看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字样 不过国内宫庙小编灵光乍现 制作成了中元节的宣传图 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改成了 一年只有一个中元节 而且中间中国两个大字直接变成了中元 那么这个超狂的文宣也展现创意 对岸敏感文宣以网工渗透我国 不少艺人把他当护胜服 个个在网路上表态 没想到这也激发了宫庙小编 有了这样的灵感 小到即将带来的中元普度小编灵光乍现 这几天被骇客入侵 出现不少网站的这个标语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改成超狂 一年只有一个中元节 中间的中国大字也直接变成中元 迷阴的铁图 很多人牺牲之后那是为了保平安 可是我想说现在是七月 七月要保平安应该是参加普渡法会 就想说用宫庙的那个角度 来回应这一件这件事情 仔细看看虽然两者背景 同样都是一片红 但却差很大 一边放的是五星旗 宫庙小编则直接把它K掉 把火焰K上去 超狂创意文宣 让网友通通跑来朝圣大玩谐音梗 我们支持一中原则 中元祭品一点都不能少 虽然是一种反击吧 另类的反击 觉得蛮特别的 颜色都差不多配色那些 LOGO也蛮厉害的 我们没想到的事情 他就想得到了 吸引一些年轻人 和我们比较老人 一些信众比较多 宫庙小编以中原普渡打完十四梗 够辣够行精 也缓和了两岸情势的紧张氛围 这一节还哎呗 多很多